Hello,大家好,我是波士顿地产经健康你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在我的同业经历中发现并且总结出的 first time home buyer 初次购房者常常陷入的一些误区或者犯的一些小错误 那第一个就是try to time the market 试图去推断这个市场在接下来几个月或者一年内的走向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准确的预估的 当你有疑问说我现在是不是该买房 我现在是不是该卖房的时候 问一下你自己我现在是不是需要买房 我现在是不是需要卖房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开始看房 那我说的这个准备好是说是指的是pre approval letter 就是贷款的一个预批性 在你拿到这个贷款的预批性之前 其实你都没有办法相对准确的了解 自己的buying power 我到底可以带到多少的钱 我到底可以买什么价位的房子 那第三个就是呢 被太多不实用的装修和房子的功能所吸引 而付了一些其实不必要的支出 比如说巨大的泳池 或者地下室装的非常豪华的家庭影院 然后等到真正搬进去才发现使用率极低 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买了房子以后住一段时间 然后了解一下自己真正需求的功能或者装修是什么样子的 第四呢就是忘记有closing cost的这个东西 就是货户结算费 那closing cost的金额可能从几千到几万而不等 下一个呢就是不做home inspection 或者做home inspection 但你本人不去参与 那作验房呢不仅仅是让你发现问题的最佳时机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了解这套房子的机会 那有经验的home inspector会在整个过程中 传授给你很多关于房子的经验和知识 这个对于出自购房者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下一个呢就是太情绪化 太快的爱上一套房子 或者说投资房你不喜欢 你无法幻想自己在里面住的一套房子 不代表它不可以给你产生可观的现金流 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错把你的starter home 你的起步房当做你的forever home来买 那调查表明其实只有37%的美国人 在同一栋房子里住超过10年 因为美国也没有户极致这个东西 然后工作上的跳槽啊变迁也是非常频繁的 初次购买房子的阶段 资金一般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那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dream house 但是如果你用有限的资金去幻想购买你的dream house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条路会非常非常的难走 会发现永远都跳不中自己的房子 那最后我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呢 就是如果你的offer被接受了多次 然后你也每一套都做了inspection 但是总是要back out 总是要退出的话 当然如果这个房子有一些硬伤或者大问题 这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退出的理由 一直是因为一些比较细碎的小原因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开诚布公的和你的agent聊一聊 试图从内在找到一些真实的原因 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要当一个屋主 我要找的房子类型 是不是根本不是我现在在看的这种房子 然后在沟通的过程中 看是要调整自己的预算还是预期 还是让自己冷却一段时间 然后再继续你的找房子路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啦 拜拜